字幕- 時空廣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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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姚中二文化館是做甚麼的 姚中二文化館是 活化歷史建築計劃的 首批項目 它是一個三級的歷史建築群 我们想秉承着这个文化传承 透过不同的广座工作坊 展览文化活动等等 令到香港的市民可以体验 这么独特的文化 那遥管最悠久的建筑是什么呀 它有什么特色展览的 历史最悠久的建筑园 当然是我现在身处的夏区 夏区是在1910年落成的 而中区和上区都是在1930年落成的 所以我现在身处的地方 就是历史最悠久的地方 文化馆的夏区分别有 艺术馆和保育馆 两个尝试展馆 而这里就是艺术馆 艺术馆的主题就是 华学大师姚忠儿教授的故事 这个展馆主要讲关于 姚忠儿教授的书法 绘画作品 以及有一些影片是讲它的生平 如果大家有兴趣 记得叫来这个艺术馆 夏区另一个展馆 就是我现在身处的保育馆 保育馆的八年使命 就是透过文字 图片 人物专访 不同的互动资讯 以及影片 去解释这个文化馆的历史变 而如果你想看到这个 活化保育项目是怎样来的 记得来这里 这里就是位于中区的 活字山山汉字文化体验展览 这里主要分为七大展览 第一个展览就是文字书 第二个就是汉字故事 第三个就是大美汉字 第四个就是子在生活 第五个就是转运部首 第六个就是我爱香港 而最后就是汉字能量达人 这七个集体验娱乐 和学习于一体的活动 希望有一个生动活泼的形式 向参观者讲解 汉字的发展历史和文化故事 用笔体诗写工具 去学习汉字的基本知识 可以介绍一下 饮游馆有什么餐饮和住宿的特色 文化馆的餐饮和住宿的特色 体验有什么特色 这里就适合疫情下 所以staycation的你了 这里又有咖啡店 又有餐厅 又有文化旅馆 适合一家大小 上来staycation 而我身处的这里 就是文化旅馆翠瓦山房 这里有什么特色呢 就是结合了西方的建筑特色 和本土的建造技术 分别营造到一个中西交融的建筑 这里有五栋过百年历史的 金字斜顶双层的楼房组绳 每座分别取其名为琴棋丝书画 这里的房间设计 全部都是用中式古典来设计的 而每一栋楼都会有琴棋丝书画的房间的特色 如果大家想来试试 体验下的话记得你不妨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摇馆有什么餐饮 摇馆有什么特色的餐饮 摇馆主要有两间餐厅 第一间餐厅就是月满县 月满县主要有法国菜和意大利菜 而我身处的这里 就是第二间餐厅Coffee Flow Coffee Flow除了有很特色的东西 和食物之外 就有这么漂亮的打卡位 大家快点来打卡 留下你最美好的一刻 我想知道更多有关场地租用的场情 租场方只需要遵守我们的场地规则 就可以来租场 关于场地的场情 大家可以进来我们的网页 去看看我们的租场指南 里面就有详细的假日目表 还有详细的资料给大家看到 有更多的查证 就可以打这个电话 还有送这个email 今天大家记得看了 拜拜 下一条影片会介绍摇馆的发展方向 和推大景点 记得留意新片 跟你说些东西 Hello 你好 今天吃了饭没有 对 我去听 我去听 那下 不会得ỏ 我去订阅